像很多人买有车购 不管是新材还是二手车啦 都会做一件事情我发现到就是去upgrade你的player 也就是娱乐足迹 这样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赞同啦 upgrade更大的更好的更新的 又有Apple Carpet 如果有多功能又更多是不是更香 这样问题来了现在市场讲真的你们也懂啦 走着那条街里Android player是 真的多到你不会啊 所以到底要怎样选一个好的Android player 然后你花钱要花到有性价比要值得 这样这个问题我自己本身也是好奇啦 so 今天我们来聊下Android player要怎样选 还有spec要怎样看 这样我个人看法啦Android player如果你问我要注意些什么 首先就是screen size咯 他们现在目前应该都是8寸9寸10寸 这样我觉得是越大越好啦 9寸10寸是perfect咯 还有就是他的screen 有Full HD 有QHD 有QLED 一大堆 这样我觉得是至少拿一个QLED啦 就是清晰度更高 太阳照着他也不会讲好像 看不到这样 这个荧幕的清晰度也很重要 再来就他的chipset跟他的storage啦也就是他是running什么processor 然后几gitram多少gitroom 这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了的东西啦 还有就是他的功能啦 像有没有support360 有没有supportrecorder 有没有DSP 调你的speaker 然后有没有什么speedscreen 有没有apple card pen 如果都wireless的 一大堆 所以这些功能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刚好我同事的车勒 今天就拿来换android player 所以我就 登帮他的车跟他一起来 了解一下android player 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android player到底是怎样选 OK 这样我同事的这个android player是已经装好了 这一次选用的是叫做Dynacrest 所以这个品牌其实是来自台湾 这样他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已经是超过20年了 所以品牌信誉度跟这个经验你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他是有in and warranty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主机他的尺寸是10寸非常大 而且你看到吗 很清晰 而且用了这个screen是2K resolution display 所以真的是很high-res 再来他的processor是autocore 而且他有8GB RAM跟128GB的room 所以他真的用起来啊 你可以看到真的是湿滑 真的很顺你看 真的很顺 然后他有什么功能 首先我哪有讲到就是wireless的apple card penroto 所以你过来这边T-link 按进来这个就是我的apple card player Wireless的 完全是不用插gable单 你要插gable也是可以拉你要justin嘛 So yeah Wireless apple card penroto都有 再来我们来看什么360度camera看到吗 So我可以调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这个360是built-in recorder 就讲你可以 随时record着你360度的这个环境 In case大家来西内装着车 人家有内脚要来过正规咯 再来就是他可以speed screen啊 就是我现在开了一个apps OK我try开看啊 YouTube So你可以看到我那个video我可以直接在那边看着 然后我同时 可以去划其他的apps 我开一个什么 我开一个 Waze 看到吗 So我可以一边看戏一边看我的Waze So他是可以speed screen的 这个对于我来讲是非常好用啊 是不是又可以看戏又可以看戏又可以听歌又可以做什么 是不是 还有他那一件DSP So我们来找一下这DSP在哪里啊 看到吗 So如果你是一个影响爱好者 你的speaker没有装都好不用紧 因为其实有一个好的场景啦 就等于你可以激发你的speaker 你可以调全部的tone 当然他也是有built in啦 所以你不会调话不用紧 你可以选到你喜欢的就可以了 But如果你要customize你的音效 你可以去找他们的authorized dealer来帮你setting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Surrounding sound Bass boost Zone Bass filter 全部你都可以慢慢去调 如果你找到专业来调啦 你原装音响啦 我觉得都可以up一个20-30%的这个音质啦 值得也是这个DinoQuest的娱乐主机勒是走着Android 10或以上的这个system 是蛮新的 他support bluetooth也是5.0也算是最新了的啦 这样他的wifi也是可以support到5.0hz So他就不是2.4你们也懂 其实2.4是很慢的 So5.0就很快 再来他也是可以就是插4G的SIM card 他可以support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你要多一张SIM card拿来打电话 还是上网啦 你插多一个SIM card 你就等于这边就躲了一架tablet了就Android player了啦 So真的非常 我觉得方便啦 而且讲真的这个screen啊我真的是喜欢 你看他真的是很顺的你知道吗 哇啦喂 So这个DinoQuest的brand我真的很surprise 他的整个performance跟性价比都很好 而且哦 我跟你讲他们的这个手工啊你可以看到 整个casing是美美5ft的你知道吗 真的他们的手工跟整个 保护车啊 是做到很好 我很喜欢这种service 摄影师来进来我带你看一下他的showroom 所以其实这一边呢就是他们的展厅啊 他可以show你dashcam 360 他们的full range speaker 还有这些唱机 要怎样玩等等啊 So你可以看到他除了卖Android player 他也有卖dashcam So这个dashcam也是DinoQuest的 他可以直接sync给你的Android player 就讲你可以在你Android player check到所有 footage 这个东西好 So这个Mega Champion也就是DinoQuest的official dealer啦 他们有卖的东西是真的很多不只是Android player 他们有卖speaker 有卖amplifier 有卖dashcam 等等啊 Memory card都有 Gable都有 So有accessory 你真的是可以找这个Mega Champion 也就是DinoQuest的 Malaysia official dealer 最后我那里就有跟你们聊到就是我同事的 Eccord是装DinoQuest的Hero Drupal 像我有讲到DinoQuest它已经是有超过20年的这个品牌历史 所以信誉度啊 经验啊 你根本不用怕 然后它也是有in and warranty 像价钱方面 我打在下面给你们看 这个是最顶配的版本 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性价别啦 不管是功能啊 设计啊 配备啊 Function等等我都觉得很满意啦 至少我看我同事的设计真的good 这样当然如果你不想spend太多budget 在这个Android上面 其实DinoQuest还有很多选择给你选 有入门的有中配的 So呀 价钱甚至不到1000块都可以 装到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DinoQuest的官网里 按authorized dealer 其实就会 给你看 马来西亚哪里有这个dealership 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过去 目前马来西亚已经有30多件dealers了啦 甚至连cuching都有当然他们还在很努力的就是扩建给有更多的这个门店给你们去看啦 所以不管是买或者是after sales 你们都不用担心啦 就就你们对这个DinoQuest的场景有什么问题 你们也可以pm我 在comment留言我会啊 去解答你们 尽力的去回复你们啦 So我是Jaden 我们下一次的视频再见 找我买车没有discount 找我买这个Android 没有discount版 你可以去来找他们啦 可能有discount的是不是 So我是Jaden 我们下一次的视频再见 记得帮我按赞,subscribe,share video Thank you,bye bye